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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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先稍微简单自我介绍 我是徐泽谛律师 目前是担任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秘书长 那么我等一下 会跟各位简单的报告一下 消费会 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各位可能有听过 这个团体 但是大概不会很清楚 他是在做什么 我们消费会不是 这个政府单位 我们是民间团体 是一个财团法人 不过很多外界的朋友们 都误以为 消费会是政府 负责消保的这个组织 机关 当发生一些食安事件的时候 在民国103年 那个时候 发生食安事件的时候 会有消费者打电话来骂 说你们消费会到底在干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食安事件 我们那个纳税 用税金供养你们这些人 到底在干什么 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其实消费会是民间团体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画面上这有写一个事实 代表说消费会在 已经届满了40年了 我们是在1980年的时候成立的 成立至今已经满了40年 那么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过去的一些历史 一开始就讲到 在西元1970年代那个时候 开始台湾的经济开始起飞了 就发生了一些 这里有提到的甲酒事件 这甲酒事件 会有不肖的业者 他会用甲醇 我们一般喝的这个酒是乙醇 但是有人会用工业用的酒精甲醇 来冒充这个乙醇 卖给消费者 那喝了以后 甲醇喝下去以后 会有什么样的后遗症呢 就是严重一点的话会死亡 稍微轻一点的话也会失明 所以当时就发生了这样的甲酒事件 还有一个叫多氯联本中毒事件 当时在台湾中部地区有台中大雅乡的惠民学校 也就是他们是看不见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念的学校 在他们的这个后来当然知道 在饮食当中受到了这个多氯联本的污染 使得很多的人受害 因此受到了很严重的损害 但是因为业者已经脱产了 所以说求偿无门 造成了很当时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不过这个时候1970年代我也很小 我是从这个资料上看到 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也没有经历到 这个给各位说明一下 多氯联本中毒事件 就是米康游的中毒事件 那个时候在这个惠民盲笑的师生 陆续出现了不明的皮肤病 皮肤痒 有点上涨豆子 像这样子的情形 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不知道是为什么 后来经过这个送去检验了之后 才知道是米康油里面所含的这个多氯联本 造成的中毒 多氯联本不是人为故意添加 而是那个机器里面滲漏出来的这个多氯联本 所以后来都规定了食品用的机械 就不可以在里面再使用多氯联本 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那么消机会成立的这个宗旨和运作的纲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理念是为了要社会正义 两个原则就是非政治以及非盈利 三项方针是理性和平科学 四种资源就是我们必须要善用业者 政府学者和媒体的资源 我们的策略是要城乡化、专业化、合作化、普及化 以及国际化 我稍后会稍微讲的稍微的详细一点 那么我们的组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消机会是财团法人 财团法人是有一个董事会所构成的 那我们这些 比如董事长、秘书长、财务长 这些都是董事的成员之一 大家推派出董事以后 那么在董事会的下面 是还有各个不同的部门 我们有一个实验室 我们的实验室可以办一些 比较低阶的一些检验的工作 没有办法办理太高阶的检验工作 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实验室的仪器 因为仪器也是要花钱买的 财团法人、消费者基金会 虽然听起来是财团法人 但其实是很穷的一个单位 那么日常的运作是靠社会的捐助 还有政府的一些方案的补助 我们有实验室、有企划部、伸述部、管理部、出版部 等等的部门 日常的就服务各位消费者 来规划各种的议题 我们今天下午 企划部规划了一个记者会 是关于日前发生的 在苏花公路发生游览车 没有反复 游览车撞了3B 造成6位消费者死亡这个事情 我们有出来呼吁 交通部应该要正视 这个车体的结构安全 因为目前的游览车都是 拼装车进口底盘以后 在国内打造那个车体 我们也没有想到 那个车体会这么的脆弱 撞到3B 里面的消费者会连人带椅子都飞出去 摔到马路上死亡 我们也没有想到 游览车竟然这么的脆弱 今天下午有开了这个记者会 但是记者来得非常的少 让我们有点难过 我们还是会继续的关注一些 社会上发生的重大的消费议题 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关注的话 那就没有人关注了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们 麻烦也支持一下小集会 那我这边播放一个 我们40周年的这个影片 大概稍微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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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机关 安獨的一个机关的组织 但是在数年前 因为政府的组织 组织改造 消费者保护委员会 已经裁册了 现在变成消费者保护会 消费者保护会变成 行政院底下的一个幕僚单位 那么就变成并不是一个 没有办法当一个主管机关了 那么不过我们消息会 还是平常都会跟这个消费者保护会 会保持良好的互动 因为毕竟我们民间的力量有限 必须要透过这些政府 政府必须也要 政府才能够行使公权利 我应该这么说 政府行使公权利才能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那么消息会虽然有公信力 但是毕竟没有公权利 所以有的业者其实对于消费者 对于消息会的主张 其实他是不理我们的 那这个我们必须还是要靠 各中央跟地方的消费者保护机关 比方说现在各地方政府也都设有这个消保官 消保官 大家现在如果说遇到消费纠纷的时候 第一个就会想到要去找消保官 或者是找消机会 前两个礼拜发生的那个虾皮 虾皮的网站上 这个肯德基 肯德基的 肯德基是什么 弹塔标错价的这个事情 那个也是有很多的消费者来消息会投诉 就是一盒弹塔标错价好像三十几块 那么这件事情听说虾皮有这个全数认赔 我看新闻这样写 就是他愿意认赔用35块的价钱卖给这个消费者 我听说是这样子 但是又有一说说事后又反悔 我最近的这个接到的讯息是不太相同 那如果说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纠纷 通常就是以前发生的话 就是透过消机会这边来处理 那标错价的这件事情 其实过去也都有一个一定的准则在实施了 因为消保法第17条规定 这个中央主管机关可以选择特定的行业 制定这个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也就是某一个行业 你必须要在你跟消费者之间的契约里面 来定一些一定要有的条款 还有一定不可以有的这个条款 这个就叫做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我看各位同学一脸茫然 显然都没有用过 那其实非常的好用 因为你没有能力去跟业者沟通一个契约出来嘛 所以通常都只能够适用企业经营者所片面拟定的那个契约版本 那这个契约版本通常都会不利于消费者 所以官方会选择某一个行业来定一些定型化契约的应记载事项 就是业者就一定要遵守 业者如果没有遵守的话 其实这个契约是无效的 那业者有没有遵守怎么知道呢 理论上政府主管机关要去查核 要去查核某一个行业的定型化契约 那消费者如果说觉得这个你自己跟业者之间签订的契约 对于消费者的权利保障不够的话 你也可以主张这个 如果违反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的这个契约条款 可以主张无效 其实是很好用的啦 只是很多可能各位同学大概也都只知道 7天有预期网购7天之内可以无条件退货换货 大家也知道这一些 但是这个也是消保法里面的规定 这个就是平常就是要靠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会用到的法律就是消保法 各位可能平常念的民法刑法 民事诉讼法 行事诉讼法 你如果没有走这一行 你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但是你即便不是念法律 你即便只是一般人 你每天都会消费嘛 每天都会消费 就可能会遇到消费的问题 只是不一定会有 不一定会发生纠纷而已 所以说消保法其实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是我们消费会目前的行政架构 除了职员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志工 那义务律师因为有分那个北中南 加我们在总会的义务律师大概50个人 再加上中南部的这个律师加起来其实有将近有百人 那常常会有人跟我们说消费会就是律师多 没有错 消费会就是律师多 因为那个常常 等一下我还会讲到团体诉讼 律师多也有律师多的好处 那除了这个律师多之外 还有我们有下设这么多的委员会 因为消费关系五花八门 律师不可能什么都懂 其实应该这么说 律师什么都不懂 那像这一些委员会里面都有专业的教授 比方说我们今天 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 今天下午我们开了这个关于游览车这个事故 这样子的这个记者会 我们就请到我们交通委员会的召集人 来一起开记者会 交通委员会的召集人是 跟这个交通这个领域的教授 他对于这些游览车的车体的 怎么样检验的这个流程 他非常的清楚 也非常的清楚 这个检验只是流于形式 书面上的一个检验而已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我们有提出了一些 对于政府的呼吁和建议 那这个你看这有这么多的委员会 各行各业的这个教授都会来参加我们这些委员会 会提供他们对于该行业的这个意见 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召开会议 每个委员会都会开会 那么这个是委员会的部分 还有消极会平常日常的业务做些什么呢 从左上角开始讲接受消费者的申诉 这个是日常每天都会有的 消费者会到我们会里面来 不论是电话或者是亲自到会的申诉 也就是办理团体诉讼 会公众事务发生 刚刚有提到我们今天下午开记者会 参与区域国际交流 刚刚影片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我们会跟临近国家地区的 比方说香港、日本、泰国、韩国的一些消费者保护组织 签订的协议 如果说彼此之间的国民 在对方的国家发生了消费纠纷的时候 我们的消费者就不需要到对方的国家去申诉 而可以透过彼此之间合作的模式 来帮对方的国民来提供申诉的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还有就是提供检验服务 检验服务就是我们实验室 日常的业务 实验室通常会有接受 最常的日常的业务就是接受中药检验 是不是含重金属这样子的检验 推广消费者教育 我今天来跟各位做这个报告 也应该是属于推广消费者教育的一环 还有就是发行消费者刊物 本会有一个消费者报道杂志 这是消机会唯一一个可以对外收费的一个项目 这个是受理消费的申诉的项目的内容 就是我们会有志工大哥大姐先接受电话的询问 各位如果说当消费者的身份 打电话去消机会的时候 第一个会接触到的就是我们志工的这个大哥大姐 还有就是办理团体诉讼 我们现在办理的这个诉讼还真多 有一个熊丝旅行社的各资外泄这个团送 不过这个不是依消保法 这是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 这个案子也已经和解了 还有围贯大楼倒塌的团送 在几年前台南小年夜的当天发生了地震 然后那个有一个围贯金融大楼倒塌了 死了很多人 所以我们那个当时也有提这个团送 还有八仙城报案 就八仙乐园发生了那个粉尘爆炸 消费者受伤有将近500人了 其中有400多位来委托我们提团体诉讼 还有这个黑心油团送指的是 103年的时候那个一些混油案 还有胖达人团送 胖达人面包宣称天然面包 天然香料案这个天然酵母 宣称是这样 所以面包卖比较贵 但是事后被踢爆是人工香精 跟这个商业酵母 那这对消费者有什么损害 为什么可以提团体诉讼 可是那个时候社会的氛围 就是你消极会一定要去提一个团体诉讼 不然的话消极会在干什么 为什么消费者受到了 这个权力受到损害 你们都不出来 面包里面餐人工香精 和商业酵母 大家每天都在吃 那只是那个业者宣称 这个是天然的 那个不是人工的 所以它可以卖得贵一点 那消费者信以为真买了以后 就是我们后来起诉的时候 是主张消费者选择的自由 受到了侵害 人格权受侵害 那法院有财 法院有判 但是判的金额不多 因为面包你也吃掉了 你也不能解除契约 你如果只要解除契约的话 你面包要还给业者 你面包都吃掉了 你怎么证明 你怎么返还 你就不当得利 所以只能够用侵权行为去告 侵权行为 那法院说那你说有什么损害 你讲吧 你面包也吃了 也没有拉肚子 你吃下去你也饱了 那为什么会有损害 我们只能说 我们选择的自由受到损害 我们心里面感到不开心 心里面不高兴 好像有判 但是金额就不高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 法院的一个问题 就是侵权行为的损害 判得非常非常的低 跟这个国外来比 真是低到不像话的低 就算是车祸人死了 那个赔偿的金额也是非常的低 所以这个也是 我也没有办法啦 这个也得要靠学者 看看是不是能够 从制度上来加以改变 还有这个最后一个 亚历三大团体诉讼 十几年前有一个健身中心 叫亚历三大 是台湾做的最大的一个健身中心 他跟消费者收了一些 预收了一些款项 之后倒了 那消费者就求偿无门 那消极会也是毅然的 就扛起了这个提起团体诉讼 去打的这个 去跟业者诉讼的 这样子的工作 经过了十几年的诉讼 一审在今年6月30号要宣判 一审喔 一审喔 那因为这业者虽然他倒了 但是他有花很大的力... 他有请了律师花很大的力气 跟我们进行诉讼 虽然他倒了 但是诉讼继续打 那那个我也不知道 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那法院其实就是对账 他倒了是事实 那没有办法返还给消费者 当时的这个... 不要说当时 现在可能还是 健身中心他会... 会员会用一种方式就是 你现在付一年 我送你两年 划不划算 或者是你现在先付... 举例啦 付10万块 你就享有终身会员 终身会员 踢球好棒喔 我这一辈子去健身中心 都只要...都不用钱了 我就只要付了10万块 但是这个终身是他的终身 还是你的终身呢 你就没有想到吧 那现在... 所以现在的定型化契约 健身中心定型化契约规定 不得使用终身或永久等字眼 现在是规定是这样子 那经过了这10年来 不断的对仗 开庭对仗 今年的6月30号 终于要宣判了 那宣判应该只是纸面上的一个金额而已 消费者大概都忘了 我们要跟消费者联络了 消费者都联络不到人了 这个打完的意义可能不大 但是诉讼接了嘛 消费者也没有说叫我们不要告 我们只能继续告继续走下去 所以我们消费会义务律师 如果说身体没有很健康 没有办法接这个团体诉讼 你根本都活不到这个官司打完 当然这是玩笑话 那这个为公众事务发生 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了 就是我们会开一些记者会 这个中间这个照片应该是我跟 这个是我吗对 跟我们前董事长跑去那个监察院外面 我忘了是什么事情了 我记得我也去监察院外面成行过 各位知不知道你们现在吃的这个米粉 为什么会改名字 现在你有时候看到米粉外面的包装会写吹粉 吹是那个一个火再一个芡吹粉 因为里面的成分 如果米的成分不到50%的时候 你不能叫米粉 各位吃的都是淀粉你知道吗 因为淀粉做的 所以现在吃的这个米粉都很Q 你用筷子夹起来以后可以拉得很长 它都不会断 真的米粉不会这样子 因为里面都加了化制淀粉 化制淀粉以后吃起来就很Q 大家还吃的很开心 其实你吃的都是淀粉做的 然后那个芋圆或者是粉圆 也是这样子的 曾经有一度说不可以用化制淀粉 来制造这个粉圆 所以粉圆就不Q了 但是为什么后来现在 我今天下午都还有吃粉圆 粉圆现在为什么又变Q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实在很奇怪 厂商都可以找出一些很厉害的方法 很厉害的方法来 来规避这个法律的规定 我再举个例子 依照商品标示法 各位 如果你喝饮料 饮料上面的成分你们有没有看过 你们大概都不会看 我都会看 饮料上面的 这个商品上面的成分 要依照成分的从多到少排列 以前我们有检测过某一排的那个蔓越莓汁 蔓越莓汁它上面的成分标示 是最多的是水 这个没有问题 第二多的是什么 第二多的是葡萄汁 第三是蔓越莓汁 那你应该叫做葡萄汁在卖 你为什么商品名称叫做蔓越莓汁 那小姐会就开一个记者会 就踢爆了以后 这个蔓越莓汁还在卖 我再去那个超商拿来看 成分改了 改了什么呢 第一还是水没有错 第二多的变成什么 第二多的变成蔓越莓汁 第三多的是红葡萄汁 第四多白葡萄汁 葡萄汁就把它拆成红葡萄跟白葡萄 那这样子它的成分 它的比例就少了嘛 少了以后就可以摆到后面去了 大多数的厂商 它的成分标示不敢不实 它都会如实标示 因为不然的话 依照商品标示法会被罚 那它既然如实标示的话 有的时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些 一些很奇特的地方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这下面这个照片是我们在去年 有去应该是去参加 那个反萊猪的一个活动 那消机会的立场是反对萊猪进口 会有人质疑说 那你们那个以前萊牛进口的时候 为什么不反对 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 消机会有办过一个反对萊猪进口的公投 反对萊猪进口的公投 那第一阶有过 第二阶因为这个是全国性公投 没有政治团体来协助动员 这二阶的联署是不会过的 所以二阶的时候失败 但是我们留下了一个历史记录就是 在美牛进口的时候 消机会曾经反对过 那后来那个美猪要进口的时候 我们也是反对 接下来消机会还会密切的注意 目前是不是有萊猪流入的台湾的市面 为消费者把关 这个是我们的实验室 不过刚刚有提到 我们实验室可以检验的项目蛮有限的 我们有很多的项目的检验 其实还是都委外 委托其他的实验室来进行 那么平常我们也会办很多的论坛 论坛的意思主要也就是 能够广纳各界的意见 比方说对于食品的论坛 对于房屋各种政策的论坛 那平常政府各部会各机关 开这个会的时候 也常常都会邀请消机会的代表列席 或者是出席来提供消机会的意见 我个人这个也是常常就是 会到很多的机关去出席会议 也可以对于这个政策的 公共政策的提升 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这个就是消费者报导的刊物 从我们到今年的5月 就是两个月以后 就是正式要发行满40年了 也希望各位年轻的朋友们能够支持 谢谢 那么消费者报导杂志 40年来如一日 不过我们常过去的 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通常都在 可能在揭发某一些不良的厂商 就是提报一些事情 比较少去表扬优良的业者 未来我们可能会对于一些优质的业者 要适时的给予报导 可能要改变一下 因为我也有朋友曾经问我说 建议哪一个厂牌的这个染髮剂 染头发的染髮剂 曾经我们有消费者报导 40年来有做过 然后就去找出这个杂志里面的文章 给他看说你只要告诉我 说推荐哪一个牌子就好了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推荐牌子 因为消费机会脸皮很薄 怕说推荐某一个这个牌子的话 会被人家质疑说你跟业者挂钩 我怎么这个帮业者宣传 所以我们不敢推荐特定的厂牌 就是我在我常常在想 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正确 因为不会业者 如果业人一直在改善 在改良当中 是不是永远都有这么多不良的业者 要等着我们去踢报 越来越难了 现在其实不只是消费机会 现在连电视台都在受理 电视台报社都在受理消费者 就是爆料对不对 不只那个电视台 爆料就到爆料公社上面去爆料就好了 然后新闻就会抄对不对 现在的模式就这样 所以要靠我们自己主动去发现 这些问题还有黑心业者 真的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我在思考说 我们应该要稍微转型 对于一些比较好的业者 也应该要适度的加以鼓励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我们也有参加其他的国际组织 区域交流 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 这个都是过去等于是签约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然后我们催生了消费者保护法 在民国83年的时候 这个第一步的消费者保护法公布施行 这个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过 好那接下来可能要跟各位聊一下我的本行 这个团体诉讼 团体诉讼啊 律师都可以办团体诉讼 但是你要当团体诉讼的原告 那只有消费者 只有消费团体可以当这个原告 其实感觉还蛮不错的 这个那个至少我们自认为消费者 消费法的团体诉讼的原告律师 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消费法规定消费者保护团体对于同一原因事件 致使众多消费者受害的时候 得受到20人以上的消费者损害赔偿请求权 以自己民意提起诉讼 其实这个法条规定的非常非常的不好 很多都要靠解释 那这个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说哪里不好 但是目前的规定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要件必须要 统一原因事件致使众多消费者受害 就比方说八仙城报 在八仙热源里面粉尘爆炸 很多人受伤 这是统一原因事件吧 但是我在提那个塑化剂 我是塑化剂案子的这个组折律师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家做起云剂的业者 他把那个塑化剂摻到起云剂里面 然后再卖给饮料的业者去做成饮料 比方说什么运动饮料 还有果汁 他会让那个饮料看起来 有那种混浊的感觉 不会轻轻的 因为果汁你如果说很轻的话 代表说这果汁不纯嘛 如果很浓稠的感觉的话 你会觉得这果汁好 这个一定成分 那果汁成分很高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这个起云剂 很多业者 饮料厂商都有用 这个事件爆发以后 民国100年 你们可能大概也都不太知道 我这边稍微讲一下 事件爆发以后 消极会要提团体诉讼 那提团体诉讼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可以这个告 这些所有的这个厂商 做起云剂的这个业者 已经因为违反食安法进去关了 你告他没有用嘛 消费者拿不到赔偿 只有告这个下游的这些 比方说统一、金车、味丹 这些做饮料的业者 但是你要一家一家去告 没有20人啊 因为消费者来投诉的 每一家业者都不到20人 绝大多数都不到 要怎么样能够符合同一原因事件 致使众多消费者受害 还要有20人 让与损害非常紧求全呢 我那个时候就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这些业者跟那个 做起云剂的这个业者 算是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 史务昌见解认为是说 不需要有意思的联络 只需要行为共同就好了 他们有没有行为共同 你不卖起云剂给这些饮料业者的话 我们消费者买的饮料就不会喝到啊 所以你们是不是行为共同 是嘛 绝对是啊 所以你们这些都是共同被告 我就用一个案子 把所有的业者全部一起告 然后告到新北地方法院 因为那个起云剂业者的公司 所在一些新北地方法院 那我就用一个案子 可以告这所有的业者 他们就都来新北开庭 我就不用跑到台南去告统一公司了 那20人这个要件也符合 因为虽然一家业者 来提告的消费者不多 但是大家加起来就超过20 就超过20人 因为大概总共有500人 而且那个时候来投诉的消费者 有妈妈说我买了健康食品 给两个小孩吃 妈妈是购买的消费者 食用的消费者是小孩 那这样子你们三个人都列为消费者 这样子就有三个人 这样就透过不断的灌水 还有行为共同的方式 让这个诉讼的规模看起来变得大一点 然后就提起诉讼 没有错程序上是可以了 程序上是成立的 所以说新北地院有受理了 也有判决了 判决就是驳回 驳回的理由是什么 你没有举证证明你有损害 你损害在什么地方 吃了这个塑胖剂 有让这个有肚子痛吗 有头晕吗 没有啊 到现在都没有 就是没有一个医院会开证明书给你说 你有受有损害 因为无法证明嘛 无法证明你的头痛 你的拉肚子是吃塑化剂造成的 那驳回就上诉嘛 这个反正律师打官司不要钱 就上诉 那上诉了以后 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这台湾高等法院第一法庭 做满了律师这种盛况 就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塑化剂案子也看不到 那上诉了之后 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大概两三年了 那这个时候 政府也知道塑化剂不能吃 吃对人体有害 政府也知道嘛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国卫院的一个专案的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 政府委托国卫院去做了一个专案的研究 说塑化剂有害于人体 登在报上以后 我一看这个新闻好啊 请申请法院调查证据 请法院韩群 国卫院 不把这个研究报告调来 法院就认为 有 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嘛 在塑化剂事件刚发生的时候啊 当时的卫生署啊 也就是现在卫福部的前身 其实是告诉民众说 没有关系塑化剂你吃一点 没有关系 只要那个是一个60公斤体重的这个成年人啊 一天只要不吃超过多少毫克啊 都对于健康没有影响的 所以没有关系你吃 后来这个这一句话 后来不断的在各式食安事件里面出现 到现在我都还会被 那个黑心油的案子发生的时候啊 也是啊 只要这个成年人 60公斤体重的成年人 一天这个肉松不要吃超过几公斤 都不会有问题 莱猪的案子 莱猪的事件的时候也是啊 猪肉你一天不要吃超过6公斤 猪排一天不要吃超过十几块 都不会对人体有什么损害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都是这么讲 那后来良心也发现了 就必须要去做一些专案的研究啊 来真的会有害于人体 所以法院啊 后来二审的时候有改判 有看了一点点啊 损害赔偿意思意思啊 你们消机会就不要再告了啊 那我们后来上诉最高法院啊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法律上的违伍 上到最高法院以后就被驳回 塑化级的案子就确定了 那至少啊 法院认证 塑化级是有害于 有害于人体健康的 这个你不自在消机会服务 你不是当团体诉讼 原告的律师都没有机会发挥的 这一点这个 请容我稍微的炫耀一下 这个20人引上己求全嘛 去年发生了一个 钱贵KTV失火的案子的伤者 死者已经跟钱贵KTV和解了 伤者我们现在在提团体诉讼 勉强凑到20人刚刚好 提起团体诉讼 消费者保护团体 不得向消费者请求报酬 这一点 那个这是法定的 在民国103年以前 修法前的消费法更过分 规定了消费团体 因委任律师进行诉讼 这个受委任的律师 不得请求报酬 怎么会有这么过分的法律 就是这个律师要做佛心的 消费团体委任的律师 不得请求报酬 有法定规定 不得请求报酬的律师 后来那个103年的时候修法修掉了 就没有不得请求报酬 但是我们通常也是没有报酬 因为那个报酬也都是要回捐给消费会 消费会很穷啊 没有钱可以付报酬给我们 消保法的第52条规定 这个就是对于消费者保护团体的一个优惠 消费者保护团体啊 依照自己的民意提起第50条诉讼 标的价额超过60万的话 超过部分免缴裁判费 就是只要超过的就免费服务啊 免费这个法院不跟你收钱 这个很好用啊 因为超过60万就是变成裁判费是6,600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要付6,600 吃到饱 那个我们要起诉的金额可以写高一点 后来我知道了啦 我们不要写太高 因为写太高了 第一个案子啊 塑化剂的团体诉讼的时候就写太高 后来媒体的那个标题怎么下来 消机会起诉请求78亿 判赔200万 就非常的难听 后来我们就知道我们务实一点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 告的时候反正不收裁判费嘛 就随便写啊 因为那是消费者的要求啊 消费者说这个厂商太恶劣了 我要跟他求偿1亿 我就写1亿 结果告了以后 法院判赔金额很少嘛 那个媒体又下标题就嘲笑我们 所以后来我们就务实一点 就不要提那么高 但是这个裁判费的优惠这一点 确实是对于消机会有很大的帮助 应该说对于消保团体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好处也是只有消保团体 也就是原告的律师才能够感受得到 但是这一条的规定也不好 我刚刚有说这个消保法在团体诉讼的规定 非常的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我们一直在法庭上受到被告律师的挑战 消费者保护团体以自己名义提起第50条诉讼 超过部分免缴财产费 但是我们通常提的时候不会只有 消保法一个请求权基础 如果是用民法 用个资法 用食安法 用公民交易法 这些请求权基础 就是不是可以适用这个免收裁案费 每一个案子的被告律师都是用这个程序来主张 你们这个不是50条诉讼 比方说消保法第53条 53条我等一下也会讲 是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就是业者造成消费者的损害 如果是故意造成的话 可以请求5倍惩罚性赔偿 重大过失是3倍 过失是1倍 第53条提起的这个惩罚性赔偿的诉讼 我们请求用53条请求 请问53条是不是属于第50条诉讼 不是啊 你法条上就讲了第50条诉讼 除了50条以外 51、52、53全部都不是啊 是这样子解释吗 我们当然说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吗 法院通常都不会这么严格的解释 只要是消保团体提起这个消保法团体诉讼 不管你请求权基础是什么 都会就是裁判费就判 就是6600啦 不会收啦 我也不晓得被告的律师叫我们多缴裁判费 你是很开心是不是 就每一庭的被告的律师啊 一定会讲这一条 我们那个准备书章 他提出这个答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复制帖上 因为每一庭都被讲 那这个法条规定不太好 真的该改 我也跟那个我们以前的前秘书长 我们前秘书长也在贵校任教的 这个陈汝营教授我也跟他讲过这一点 这话麻烦改一下好不好 虽然我们可以 法院不会要我们补缴裁判费 但很烦嘛 没事开庭的时候被告律师 一定要讲这一点 那撞子一写就一本跟电话不一样 关于这个部分 这只是其中一点 我后面还会再讲还有其他的 还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 这个又要讲好久 这个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民事判决 也是我办的 我刚刚不是说吗 消费者把损害赔偿请求权 让与给消机会 这个是团体诉讼的要件 一定要让与嘛 可是法官在判决里面说 原告主张受让这些消费者的 民法195条第一项前段的 这些精神上赔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与民法195条第二项规定 已有为何 自非有据 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受让消费者 这个精神上的这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拜托法官 这是法条的规定 消保法的特别规定 所以我们可以受让 那为什么法院判决会判说 我们这样子受让是不合法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判 后来我就上诉 上诉的时候我跟法官说 法官开庭第一庭 也就一定会上诉人上诉理由 上诉理由 我讲到这一个部分的时候 因为这个法条规定 是可以受让消费者的精神上 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我才刚开口 法官说好了好了 这法条有规定就不要讲了 法条有规定还是要讲啊 法条有规定为什么第一审判我输 就用这个理由 为什么很多团体诉讼最后都和解 因为法官不想办啊 因为这种案子如果判决的话 法官会有压力 都要发新闻稿的 然后消机会这种团体诉讼 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去提起诉讼 所以原告原告就是小机会 而不是消费者 然后现在的规定呢 就是食安法第56条第二项的规定 消费者虽非财产上的损害 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并得准用消保法 47条55条的规定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食安法的规定准用消保法 那算不算是消保法第50条之注重 所以人家又写了好大一篇啊 这制造我们的困扰嘛 虽然最后这些答辩法官都不踩 但是这个就是要浪费很多的篇幅 这个是我们现在 大概有这些团体诉讼在进行当中啦 那就是当时我们去新北地院提起 看到没有后面这位同仁举的牌子就是 消机会起诉求偿78亿 最后判赔200万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审法院认为消费者没有损害 我们就上诉二审嘛 上诉二审了以后 然后法院就改判 改判认为说 塑化剂其实是会有害于人体的 二审法院就改判 业者应该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51条的规定 依本法所提的诉讼 因为企业基因者的故意所致的损害 消费者的请求损害赔偿 而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这个规定其实法条一直都没有改 一直都在这里 但是最高法院的判决都会限缩于 这里的损害限于财产上损害 不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 不知道为什么最高法院 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子 限缩性的解释 多数见解是限缩 塑化剂那个案子是没有限缩解释 是可以判 又判赔那个惩罚性赔偿 但是因为那不是最高法院的见解 所以那只是高等法院的见解 那在今年2月26号的时候 最高法院有做成了一个大法庭的决议 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惩罚性赔偿 要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 统一的见解 以后大家就不要吵了 被告的律师 你就不用再提出这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可以不用再提了 就是这个就是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 可以一起我们请求 因为主要的绝大多数的这个损害赔偿 就是我们这个消费 消保法团体输送的损害赔偿 绝大多数都是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财产上的损害赔偿 微乎其微 所以这条的规定 对于消机会来讲 我们当天这个这个决议出来以后 我们消机会的内部的律师的群组 大家都很兴奋有在传了 但是事后我到网路上去搜寻 关于这个最高法院大法庭的决议的新闻 一则都没有啊 没有人有兴趣啊 媒体没有兴趣 看都看不懂了 对不对 没有人有兴趣 只有念法律的人会觉得说很好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欢迎请大家支持消机会 脸书按赞分享 谢谢